在接近昨天中午12点左右 新北市板桥区福州火车站内呢 有一名57岁的男子 疑似因为精神状况不稳定 趁着自强耗尽站的时候 从月台跳进列车 那么男子被撞到头部变形 当场不治 死者的家属感到现场也悲痛欲绝 跳轨男子的遗体被消防人员从车底拉了出来 男子的头部已经被自强耗压了变形 感到现场的家属被偷欲绝 因为他之前是有跟我们讲的说怕妥雷 我们说不会 我们家里的小孩都我刚才讲的说 你不用多事没关系 我们小孩多事就好 你就是在家里好好休息就好了 57岁的游戏男子 因为一年前摔断手无法工作 这段期间精神状况相当不稳定 没想到早上才跟家人说出去做运动 自己却一个人跑到板桥浦州车站 跳轨巡短 监视器拍下的一瞬间让人触目惊心 他就说好像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都不爱讲话这样 由于自强号车速极快 驾驶察觉异状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刹车 跳轨的游戏男子当场惨死轮下 而500多名的乘客虽然迅速搭上接驳车 但也都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意外 禁恰连连 感谢观看